988新闻线 你除了OnEd之外 也是可以上到我们988Facebook上面 去看我们的这个全程的FB Live 而今天要跟大家跟进的这个新闻课题 就有莱纳斯啦 还有就是找疑问 以及接下来这个课题 新闻领袖其声谴责 依然为保护男性禁止被女性用货的言论 道歉了 刘振东说 他尊重部分州议员 反对找疑问的这个课本 就是这一个课文 但是呢 他觉得他们的党是要看全局的 收购四条大道喊停了吗 敦马就说没有 而副财长就说 62亿不是最终的价格 敦马说 新的条件 就是要莱纳斯新建这个废料储存槽 但是陈文德就建议说 应该购买一个小岛去埋这些毒 好了 这一个就是莱纳斯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前两天呢 我们就引述了这一个新加坡海峡时报的报道 就讲说 马来西亚的官员这里就透露说 莱纳斯可能我们会放软姿态了 那今天呢 就看到首相多巴哈迪他有证实说 政府的的确确是加入了一个新的条件 也就是让莱纳斯新建一个永久废料储存设施 作为更新执照的一个条件 但是现在他们还在等待莱纳斯提成这个计划书 就要看一下是要怎样建啊 然后是要建在什么地方等等这些详情的 那在这之前新加坡海峡时报的报道就有说到 我国政府呢可能是会放软姿态 就撤回有关要求莱纳斯公司把这个稀土废料 运回澳洲的要求 那根据这个报道 那如果莱纳斯认同真的是要新建这个永久的废料储存槽的话 就代表说莱纳斯必须要投入5000万美元 或者兑换回马币 2亿0600万令吉左右的一个保证金 那拯救马来西亚文员会主席陈温德 他就强调说 政府是绝对不能够允许莱纳斯在马来西亚建这个永久废料储存槽的 否则呢这将会是首相敦马 他叠进当年的这个亚洲稀土场事件之后 留给国人的第二座有毒的遗产 他有重臣为什么会这样子讲 是因为我国呢是一个高温多雨的国家 这个气候根本不适合让莱纳斯新建这个废料储存槽 那新建这种设施其实需要怎样的一个环境 是需要好像沙漠那样长期很干燥的环境才OK的 他就说到我国已经有亚洲稀土场 就是为霹雳州的红泥山 带来稀土污染事件这样的一个前车之鉴 那现在呢马哈迪再次担任首相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忘记当年呢 他为国人留下来这一个有毒遗产这个事情 这发生在好多年之前 大家都是心中一个痛啊 那无论如何 陈温德他就认为说 马哈迪这一次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宣布 算是一种软中有硬的应对措施 而不是直接拒绝莱纳斯去更新执照 那陈温德可能就是觉得说 这样的一个回应其实也是可能要去应付这一个莱纳斯那一边而已 那另外呢他还建议莱纳斯 在国外买一个小岛用来储存废料 辐射的废料 他就举例说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进行核四报 同时呢也是有在这个太平洋购买了一座小岛来处理核报的废料 所以他就促请新蒙的国会议员勇敢的站出来 也敦促内阁做出正确的决定 否则说新蒙政府在下一届大选呢就要付出代价了 那另一方面呢马华总会长魏家翔也是质疑 行动党温东区国会议员黄德等等一众的行动党领袖 会不会因为首相敦马迪有关这个莱纳斯的宣布 而辞去他们的官职呢 魏家翔今天就在脸书撰文就点名质问了 黄德还有就是环境部长杨美英 以及首相署副部长傅之亚等等 他就说到黄德曾经表示 那些允许莱纳斯继续在马来西亚运作 还有允许莱纳斯在马来西亚处理废料的人 应该被视为是背叛者 那他有引述黄德甚至有欲请西蒙捍卫竞选的宣言 维护人民的福利 还有保持环境的可持续性 那同样的杨美英斯基也多次的强调说 莱纳斯必须把废料运回去到澳洲那边去处理嘛 所以呢魏家翔就强调 前朝国阵政府从来都没有同意过 让莱纳斯在马来西亚永久存放 这个他们的废料 而只是允许他们暂时存放而已 一直到莱纳斯兑现他们的承诺 把这一个废料处理成为 比如说好像石膏板啊 或是这一个砖块等等 这些无害的建筑物的材料这样子 那外国媒体之前已经是率先报道说 马来西亚可能会允许让莱纳斯 把这个稀土废料留在马来西亚 那之后呢行动党文东国会议员黄德 他就有质疑这一篇报道的真实性 这是发生在昨天的事情 可是来到今天呢 首相敦马就宣布说 可以让莱纳斯在马来西亚 新建一个永久的废料储存槽 而到现在为止呢 看到黄德都还没有回应 民政党全国主席刘华才 他昨天也是有说到 对于政府可能不需要 莱纳斯把稀土废料运回澳洲 是感到惊讶 甚至是有点名说 要养美银来解释这件事情 而看到目前为止呢 养美银也还没有回应 所以刘华才就有挑战行动党说 如果你最终还是没有办法阻止 内阁在这个稀土废料 没有运出大马的情况下呢 依然是允许莱纳斯继续营运 也就是说更新他的执照 那么就应该要宣布退出西门 他说行动党应该要这么做 向全国的人民谢罪 那其实说到新台霞 时报最近除了是有在跟进说 关于莱纳斯的课题 而他是率先报道 然后之后才有我们官方去回应的嘛 其实昨天的时候 他们也报道了有关暂停收购四条大道的一个课题 那根据那个报道啊 财政部收购四条大道的计划 因为没有获得内阁的准许呢 所以就暂时革制了 只不过来到今天呢 首相马哈迪是否认这种说法的 他说到财政部长林冠英 其实有向内阁汇报这一项计划 就是有关于收购大道的计划 但是内阁没有驳回 反之呢 内阁是还要去决定什么时候落实 只这样子而已 那海峡时报昨天是引述一个不具名的内阁部长 就这样子说了 就讲声称说 这个基于内阁不放行 所以财政部收购四条大道的计划 是宣布格制的 那政府在今年两二月的首九透露说 正在和金务大公司谈判 以收购这个LDP Spring 还有就是Smart Turner 这四条大道的特许经营权 那金务大呢 在六月二十八号就表明说 接受财政部的六十二亿令吉的限购价 准备要脱售上述的这四条大道的特许经营权 无论如何 敦马之后 对于财政部的收购计划 依然是有疑虑 并且说 政府没钱 那与此同时呢 财政部副部长阿米鲁丁韩查 他就解释说 政府现意收购这四条大道的六十二亿令吉 其实不是最终的一个价格 政府会在经过相关的程序之后呢 才会确定最后的价格 而他也说 新盟政府的首要任务呢 就是要确保宣言中承诺减少和废除大道的工作 是可以落实的 那说到财政部提出六十二亿令吉来收购 高速大道的这个建议呢 必须获得内阁批准 其实才可以去继续进行的 那另外根据消息人士 像透视大马指出啊 有关当局现在正在准备一份收购大道的 宪议文件 就是准备要提成给内阁那边去审核 去批准 所以刚刚有提到嘛 就是一定要去做这些东西 直到内阁批准之后 才可以去完成整个交易 那根据消息啊 财政部对于收购大道 宪议喊停 也就是昨天这个海峡时报的报道呢 是一无所知的 好了 这就是比较关于政策方面的事情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说一下 关于这一个交棒的事情 没错 大家都在关注 从去年的509到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 越来越关注了 对可能就是关于之前 一直讲到这个男男性爱短片爆发之后呢 大家好像是觉得 这个东西变数很大 一直到最近看到乌伊良党 还有经济部长阿兹敏都力挺说 希望首相敦马哈迪可以完成整个首相的任期 就是这一届啦 做完这一届大选 那不过呢 马哈迪他有重申啊 会遵守承诺 会在任期届满之前就会交棒 除非呢 除非是怎样 有人拿枪指着他的头 强迫他 你一定要做下去 必须要做下去 说成这样啊 针对这个阿兹敏支持他 就是让他担任这个首相到借满这一件事情呢 马哈迪的回应是什么呢 马哈迪就说 这是阿兹敏的意见 敦马就强调说 他已经承诺 当他认为说国家的局势是平稳后 他可能两到三年就会下台 可是不确定这个具体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那对于媒体有报道说 反对党领袖会见了敦马 而且是支持他任向到借满为止这件事情呢 马哈迪他也是有证实说 他确实是有跟反对党领袖见过面的 而他们也都表示说 支持敦马的领导 而敦马对于反对党领袖支持他是感到非常的感激的 其实他已经真的不止一次跟大家说会交棒会交棒 包括说昨天我们也是有引述他之前 接受土耳其的媒体的访问就说到嘛 他会交棒 就是会在任内的某个时间 某个适当的时候 他就会嚼着一个棒子了 好我们今天现在过呢 关心过这个莱纳斯 因为拯救大马委员会主席陈文德 他就建议莱纳斯可以去买一座无人岛 来埋这些毒废料 针对他这样的一个建议 你有些什么样的看法呢 那如果你觉得总之是不要埋在马来西亚国内就OK了 你可以投选love 可是你说到底我们还要退让多少步呢 你可以投选他 OK欢迎两个选项呢 去到988的官方Facebook那边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一个现在vote的帖子 在那边就可以点选你们想要投的这个emoticon 同时也欢迎你们在这一个帖子下面去留言 发表你们的意见 OK 在下一段回来的时候呢 我们有找疑问 对这个课题呢 还是有一些跟进的 因为看到包括了刘振东啊 还有一些行动党的这个议员呢 都有出来讲话的 甚至看到马智里也出来有回应的 当然除了这个课题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 昨天让我非常愤怒的一个课题 就是有一名上议员 就讲到说要立法去保护男性 避免他们被女性诱惑 然后去做一些包括了强奸啊乱伦等等 这样子的一个罪行 结果今天就被人家批票 真的 然后批票完过话说撤回道歉 下一节回来我们再跟你跟进 晚上7点46分 你好 我是湘君 哈喽 你好 我是欣怡 我要在这里先做一个小小的预告 就是呢 我们这个最前线 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 是因为988新闻组 我们是开吐了一个新的领域 就是我们会在FB的这个视频那边 去做一个专题 之前是我跟姓怡 会已经做了一个洋垃圾的课题 那现在这一个课题呢 新的这个课题 就是有关于冷凍榴莲的 没错 而且呢 冠贤 他是特地去到了这个朋友的老屋啦 给大家就是揭开这个榴莲背后的一些神秘的面纱 所以呢 他其实真的就做了两集的这个榴莲啦 包括会让大家看到这个冷凍榴莲 到底是怎么样处理 整个过程 非常有趣 然后这一个第一篇的专题 在昨天晚上已经是上新了 在988Facebook可以看得到 而第二集呢 有关这个冷凍榴莲的程序啊 到底 这很有趣的过程啊 那个讲解 今天晚上也是会上了 所以大家就留意一下 我们988的Facebook吧 对 现在你们看完了这个新闻线之后 再多一下呢 就会看到我们的这个冷凍榴莲的专题第二集了 好 我们这一段的新闻线继续来关注 昨天应该是说从上个星期就开始 但是到现在其实都还没有结束的一个议题 关于找一文的 因为小学四年级的国语课本会纳入找一文书法 这个课题 在行动党内部就掀起了反对的声浪 那昨天看到有13名这一个行动党的州议员 联合很多位的社青团领袖 还有138个支部都发出一个联署声明 要坚决反对教育部在小学课程里面 植入这个找一文的课程 并且就要求行动党的部长们一起去反对这一项政策 那行动党的政治局主任刘震东呢 今天就有回应 他说很尊重部分行动党州议员 联署反对找一文书法的立场 但是呢 党内有不同意 他觉得党内不同意 是有很很正常的这样的一个声音 不过呢 刘震东也是有强调说 行动党在看待整件问题的时候 必须是要看全局的 不只是看华人还有马来人 而是以问题的事实还有背景来讨论 那刘震东本身呢 也是国防部副部长 他就有说到这个找一文 其实不是一种语言 整体事件背后所引发的恐惧 其实是不必要的 而且没有事实的依据 他也说到 就好像马来人看不明华文 所以他们会恐惧 那现在华人看不明找一文 也是会恐惧 可是其实找一文 就好像ABC一样 但是因为看不懂 所以才会有恐惧嘛 他是说 而今天政府要做的是什么 就是要让大家 可以把这个恐惧给放下 让社会可以找到一个 共同的声音 那另外身为巫义的 社青团全国中委爱德利 他也是有发表文告说 如果可以敞开心 去理解什么是找一文 其实是没有什么需要害怕的 他就说到找一文的恐惧 只是因为偏离现实的真相 所以爆发一个心理的情绪 其实跟刚刚刘振动说的 好像是有点 艺术同工之妙了 他有强调说 这个说找一文 是一种独特的 马来文艺术 还有文字遗产 一点都不为过 如果任何一方呢 试图把这个找一文 描述成为 就是他们这一个种族的 或是宗教的绝对权利 他觉得这些这样的想法 是错误的 这些是人的错误 不是找一文的失误 他又恳请马来西亚的人民 把自己从任何的形式的 不理解的恐惧中啊 要释放出来 就以一个教育的角度去看待 关于找一文书法这件事情 应该互相去学习 还有理解之后 才能够达到一个和谐的情况的 那其实说到这个行动党这边 今天还有另外一名的周议员 就是他是莲花院区的周议员 李维昌 他就形容呢 反对加入找一文书法的人士 跟宗教极端分子的批评 这个十字架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他是之前在一个贴子留言回应 网民的时候就这样子写 他说有人在笑一些宗教极端分子 多看几个十字架 就在那里喊打喊杀的 就怕影响到穆斯林传教 然现在呢 就是因为六面的这个找一文 加入了国文的课本 这些人就开始担心说 是不是伊斯兰啊 就开始入侵华小啊 结果就搬出很多那些炮弹等等 这样的情况 他说这两者啊 是有什么分别呢 那结果这个留言 其实也是被围剿的 那他就说到 其实很多人是在没有清楚 找一文细节的情况下 就完全封闭了思想 不愿意深入去了解详情 那针对这个找一文课题 看到说 这几天越闹 就是越多的 这一个很多人都出来回应了 那教育部长马智里 他也是有说到 教育部将会是发文告 来回应这一个课题的 那根据新周日报 董教总方面呢 在下个星期啊 预料就是下个星期一 也将会连同国内 超过十个的华团 还有就是戴米尔的教育组织呢 在董教总就举办了一项 反对增设找一文书法单元的一个大集会 那这个集会主要就是要向政府表达外界的疑虑和心声 根据新周日报呢 这一个其中有一个教育学者 他就有说到 找一文其实不是属于马来文的一部分 而是属于伊斯兰科目的其中一部分 所以他说不能够顺理成章的去成为 通过国文课来学习 或者是鉴赏找一文 那另外一方面看到马华副总会长陈德卿 他就说行动党十三州的州议员 这么敢站出来 要求行动党的部长反对找一文书法 就展开大规模的签名行动这样子 就是一再显示行动党当了官的国会议员无能 就躲在冷气房里面唯命是从 他就在文告里面就指出啊 这个行动党六名内阁部长 在找一文书法的这个课题上面呢 就不敢在内阁纠正 那教育部副部长张念荃 不但没有在部门里面反对 竟然还就是为这样的一个政策辩护 就同时呢就把这个责任推给前朝 那他这是他对于这个课题的一个看法 说到这个课题既然说嘛 自己说政府是会回应嘛 我们就等待教育部看看 有一个官方的回应再跟大家跟进 那同事们来跟进一下 昨天就是让大家都还蛮气愤的 这一个课题就是 昨天呢其实看到公正党的上议员 他就有在上议院建议什么呢 就建议说政府应该要立法来保护男性 避免受到女性的诱惑 而最后犯下了强暴的罪行 为什么他会有这个建议 是因为政府目前正在探讨着 要设立一个性骚扰法案 还有性别平等法案 而他的这一番言论呢 引起了大家的这个愤怒 尤其是呢也遭到了他自己 公正党里面的高层领袖的抨击 就是因为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下 来到今天24小时之后呢 他其实不到24小时 他已经是公开道歉 而且是撤毁他的言论 而且还有说 其实我的建议是真诚的 可是也是一个大的失误 他承认 如果他讲真诚我才怕 就是他是真心觉得这样子没有问题 他真心觉得这OK 对只是因为别人反对 他可能也没有想象 原来大家是这样子想的 可能就这样子就有纠正了 他的一些想法呢 可能希望啊 他有说到很多男性 把我的这番言论视为 就是对他们的一个侮辱 所以呢他公开道歉 然后撤毁了这个建议 可是事实上啊 他并不是第一次说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我真心觉得 他这样子想 他这样的想法 已经是已经由来已久了 我们来看一下 他第一次发表类似言论 是他是在2015年的时候 当时候他还是 红土坎区的这个国会议员 他就说到部分的运动员 穿着性感 他就担心呢 就会导致这个通奸的行为发生 结果当时候的公正党主席 王阿泽沙就马上斥责他 你的言论太过肤浅了 真的 人家运动员在帮国家 去争取这个荣耀的时候 你去关注他的那个衣服 你有没有搞错 想到我有点生气 真的 那那么这一次呢 这个殷然就犯下这样的言论 谁又骂他呢 那这一次骂他的真的是 依然是公正党主席啊 不过换了人 对换了人 可是呢 现在是两夫妻 都有谴责他的 其实首先谴责他是公正党主席安华 他就说到公正党是不认同他的说法 要他撤回这个言论 因为这个言论不合理 而且歧视女性 而且呢 这个建议会让人以为说 你们男性没有道德 容易被诱惑 然后犯下一个可耻的行为 对 而其他男性就被脱下 脱下水了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安华就认为说 更妥当的就是 要加强法律来保护女性的权益 拒绝任何形式的性侵害 OK 丈夫说了之后 看到他的妻子也说了 就是副首相汪安斯莎 他就认为 民选还有受委的议员 都应该要接受性别意识的培训 他们才可以更理解 女性所面对的暴力根源的 还有这个后果等等 他就强调 没有办法接受怪罪受害者的言论 这样的一个言论呢 在新马来西亚之下 是完全没有立足之地的 汪姐在五年前已经说过他了 五年后还要再提醒他多一次 重犯的真的是 那妇女部的副部长杨巧双 他也是有表明说 你凭看平时 婴儿跟幼童 也会是这种罪案的受害者 难道你要说 这些幼童也是在色诱着男性吗 杨巧双就说 他们根本就不懂得色诱男性吗 可是他们依然是成为受害者 所以呢 他就有说到 女性不应该因为穿着而被归咎 而且把身体遮盖起来的女性 其实也是成为了强奸 或者是性骚扰的受害者 这根本就是施暴者的一个借口 现在部 好不要再讨论这个事情 非是你还要翻桌子 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现在部的成绩啊 今天现在部问的就是 拯救大马委员会主席陈文德 他就有建议来纳斯 就是去买一个无人岛来买 这些毒废料 针对他的建议 你有些什么样的看法呢 嗯 百分之六十九的人啊 就是将近七蠢的人认为 到底我们还要退让多少步呢 另外百分之三十的人 就说 三十一 三十一 就是说哎呀 不要埋在国内就好了 看一下留言 开向他说 没有办法做到就不要更新执照就好 很难吗 马来西亚没了莱纳斯就会破产了吗 其他国家没有稀土厂也活得好好的啊 OK看到Jimmy Chang他就说 当初靠反莱纳斯上位的官僚 呃 现在好像是保不住官职呢 就不敢得罪 马来西亚的新老板 这样子 他说 真的好像梁静如所创的日久见缘心啊 聊拉迪诺 他说这个方法 就是呃 无人岛的这个方法 其实对于我国而言 没有解决问题 而国际公约 其实也不允许废料是运出 呃 运出国运出公海 他说 所以就算是无人岛 也会是属于我国领土 领土 那到最后受污染的 也是我国的领海 他说 哦 然后看到Anseo就说 会生金蛋的鸡 人家不要我们要 到底是人家蠢呢 还是我们的政府智商比较高呢 Cosanman说 哎 我有第三个建议 就是全体的内阁总词 Saniti说 直接埋在那些说 安全的高官的屋子里面就好了 啊 所以呢 大家其实呢 都不太能够接受 可是呢 Nicole 不知道会不会是说了 大家的心声 Nicole说 看了都心累 好吧 这个我们就以Nicole的这个留言 来作为今天新闻线的结局 结语吧 结局 我们明天还有继续的 没有结局 就是一个无言的结局 好 我是湘君 我是欣怡 明天继续聊